我们晓得 什么是华言三尊 华言三尊 也就是 释迦牟尼佛 文诸师弟菩萨 普贤菩萨 文诸师弟菩萨跟普贤菩萨 也就是华言三尊 当中的法王子 法王子 什么有法王子之称呢 文诸师弟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法王子 那什么是净土三尊 就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是净土三尊 那么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也都是法王子 也都是法王子 那么 再来呢 就是密教 密教 大家知道的 阿达尔玛侯 五方五如来 五方五如来 最重要密教的法王子 就是金刚萨头 金刚萨头 是密教的法王子 也可以这样子讲 金刚萨头 就是密教的教主 阿达尔玛侯 五方五如来 再来就是金刚萨头 密教是以金刚萨头 作为法王子 也就是等于教主 阿达尔玛侯 记得我去 这个 皈依我的上师的时候 我的上师啊 哪一尊金刚萨头给我 他说这个是教主 密教的教主 金刚萨头 是密教的教主 是密教主 是密教的教主 是密教主 钥医 导教的教主 是密教主 要是密教主 是密教主 是密教主 您可以担心 是密教主 您可以担心